北部都会驱视香港空前宏伟的规划,香港新界北区土地辽阔,要开发300平方公里土地。谈何容易,规划巨大的土地问题复杂,未来的财政预算能否承担?政策如何能做到梁正善治?以文为本,描写未来愿景规划,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表达。 不仅今天要评论的主要是两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议题。 首先说说未来的北部都会驱,很多人认为是港府将重心转移到北部,未来会有很多商业机构,甚至政府部门向北迁移,担心未来香港的发展变成众北兴南。 香港是国际都市,港人向来紧跟潮流。 自我感觉良好,如今港府重点发展新界北,在市区经商,生活,工作和读书的几代香港人,难免感到无所适从。 对此,不者有不同看法,我认为港府是要打造多一个产业,要造福我们的下一代。 特首在施政报告中指出,北部都会驱大量开发土地兴建房屋,其中一项是要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,港府并没有放弃原来的发展步伐,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仍然稳健。 坦白说,香港本身产业单一,如能开创多一条科技道路,将是香港之福。 香港必须配合国家的十四五规划,与深圳前海商引擎前进,产生协同效应。 香港有超强的国际融资能力,也有吸引海外科技人才的条件和制度。 应该在高端科技研发方面集中火力抢工,深圳有优良的科技生产基地。 还有大量的产品制造员工,内地更有十四亿人口的庞大消费市役。 两地可以清晰地分工合作,发挥自身所长。 此外,人们也非常关心楼市。 不少人觉得新界北部楼价将会飞升。 在施政报告前夕,就有某富婆偷步以预四亿港元大举数入上水。 鼓动附近的物业。 没错,新界北部将会辟地填海大兴土木。 但是兴建的主要是供应房屋,是要照顾250万个香港低下阶层的民众。 所兴建的资座房屋是学习新加坡的组屋模式。 不者并不担心楼价会明显地此消彼长。 新界北部发展的是高端科技,将来居住的还是基层民众为主。 而香港仍然是国际金融中心。 居住在市区的依然是较为富裕的一群。 就如美国东岸纽约的楼市。 不会因为西岸洛杉矶直谷的壮大而受到影响,也像新加坡一样。 将楼市分为两个市场。 C楼是一个自由市场。 祖屋又是另外一个市场。 西岸洋 mammcool。 西岸洋力产业移民众为主。 西岸洋力产业移民土町大而受到核ouble草意。 感谢观看